什么是CN2GT和CN2GIA呢 我给大家演示一下它这个路径寻找 大家就清楚了 左边这个是CN2GT的 右边这个是CN2GIA的 右边这个GIA的是比较好 大家不要只看它现在这个通讯的速度很快 有可能是它的位置不太一样 右边这个还没出来 这个右边其实是比较贵的 右边这个大家可以看到刚才那个丢包率 这基本是没有0%的丢包率 我通过这个只是给相给大家演示一下 大家不要只是关注这个速度 左边的 我们已经蹦了 右边了还半天没有出来的 这个它只是一个临时 具体原因我不清楚 正常来说右边这个是绝对是比左边这个快的 我想通过这个跟大家说一下什么CN2GT和CN2GIA CN2GT就是先走国内的是走的 主干网就是以前的网络 就是这个2022.97 你看这个IP2022.97开头的 2022.97开头的就是国内主干网 它是通过跳了这么多在走国内的大层子 大层子之间北京上海北京上海之间跳来跳去 跳到最后才跳到59.43 59.43就是这个 它是新建的叫CN2的网络 它是CN2的网络 所以这种模式就是先走这种主干线 走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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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多的 之后再走到CN2的线路上面 这种叫做CN2GT 叫做一部分是走到CN2线路 一部分还走的是以前的老线路 就是这个 但是你看这个 它当然也是要先走这个 但是你看后面大部分都是在走在哪呢 大部分都是走在CN2的线路上跳去 这个走到CN2的 这上面走了好多之后 你看左边走的好多之后 最后才走到CN2的线路上 那这个GIA呢 它是以主要就是走在国内都是走的CN2的线路 当然前面这个也有一些是线路 你从你这个地方 你要连到 这上面你肯定是要经过一些以前的老 这种主干线路的 对 这个就是它主要区别 不是CN2的线路就走的全都是202.97的IP 通过这个IP的前面这个IP段 然后看出来它的区别主要是这个 好的 谢谢大家 如果大家觉得我的视频对你还有所帮助 欢迎大家订阅我的频道 谢谢